目前离异冲突仍在继续 11号到12号的凌晨 以色列军队称打击多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 并打死了真主党的一名指挥官 黎巴嫩真主党方面称 打击了乙军防空指挥中心等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程 11号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乙军第205预备装甲旅进入了黎巴嫩南部 摧毁了真主党的地道等基础设施 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乙军还称 乙军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的一名指挥官 该指挥官对多次反坦克导弹袭击负有责任 以色列空军还在黎巴嫩南部 袭击了一处靠近以色列国防军的建筑物 称建筑物内有武装人员 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称 乙军对黎巴嫩东部贝卡地区的一座城镇实施了打击 黎巴嫩真主党今天发表声明称 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 打击了乙军在戈兰高地的霍马基地 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兵营等乙军目标 此外 黎巴嫩真主党11号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多地拉向防空警报 部分火箭弹被乙军成功拦截 乙军战机也对真主党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进行了打击 黎巴嫩真主党还称 对以色列北部海法的一处防空指挥中心发动了无人机袭击